昨天海巡人員在臺東蘭嶼五孔洞 附近發現一頭鯨豚 上前搶救之後 發現已經明顯死亡 頭部和身體都有多處外傷 後續將進行採檢 交給鯨豚研究單位 海巡人員當時是在五孔洞 案際前方五十公尺處 發現到有大浪不斷拍打一頭鯨豚 立即上前搶救 不過經過查看之後 已經明顯死亡 檢視外觀 頭部和身體有多處外傷 鯨豚鯨豚的體長超過五百公分 初步研判品種是科士灰金 在採樣之後將會送回臺灣本島 交由鯨豚研究單位來使用